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护博神山 珊珊老师 这个行情处在这边 每天都是抖来抖去 润局都没有很大 因此今天给大家这样的标题 很多人以为我要讲卡通影片 还是要讲这个什么洗洋洋 但是我看到这个行情 它有两种 一种是懒洋洋 一种是灰太懒 要怎么去影射这个大盘 近期各位发现这个润局这么小 但是多头看起来有比较获胜 原因是中场都说红K 但是在润局来看 其实润幅这几天并也没有很大 那这时候会不会突然来一只灰太狼 那如果这个狼跑出来的话 那会不会把这个羊给吃掉 所以目前这个行情就处在这个位阶 但是以形态学来看 我要必须告诉大家 一触即发 因为除在这里 多空两相望 换手又换手 到底换到谁的手 终究会有一方胜处 所以现在你可以开始选边站 如果比较懒的人 你可以低阶高卖低阶高卖 千万不要急拉的时候去追股票 也千万不要急杀了股票去杀股票 所以我讲这样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现在看到整个大盘就在这样 纵使今天又收红K 但是发现近期的涨的加速来看 并没有很多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 老师现在到底有没有主流 我可以明白告诉大家 目前以盘面上看每天主流都在变 今天整体架构是涨电子 可是从电子来看又没有很多在涨 从传产来看点这支点那支 每天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做好准备 今天小红出来了 小红帽出来了 小红十字星 今天发现高低点69点 真的很小对不对 当然很小 但是在于这个二十大盘版来看 这边总共跌13点 换句话说这边看起来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潜水无鱼 还是有鱼 深海也不见得捞得到鱼 有时候捞到大白沙 所以这边看起来台积电稍微落幕一点 然后其他的群重股也没有很大的表现 但是也没有很弱 就处在这边势均力低 所以跌13点 那么再以整体架构来看 今天反而这边总场来看是涨18点 今天收在17468 我现在要大家看两个数字 一个是今天的高点 一个是今天的低点 这两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 很简单 停在这 我翻昨天的 我给大家做比对 这样看就知道 昨天这个高点今天没有约过 昨天的低点今天没有破 这样看得到对不对 这个没有破没有约过 我昨天讲过 昨天整个大盘出现一个特殊记号 而这个记号刚好是波段最高点 那么以形态学组合 它是波峰 这个三峰最高的波峰大十字 那么照理讲波峰大十字 次日就很精彩 上图下破 我说头过 身就过断角 被证错 那今天问题来了 它刚好行在大十字里面 那行在里面要怎么解读呢 这个时候来看 今天这个小红帽跑出来的 小红帽跑出来 它是变十字星 那昨天它是大红 你看 通常这种收大红K的 不管是大红大黑 是十字的 今天又来个小的 这种通常都是多空两相望 多也不照进 空也空不下来 就处在这里才会形成十字 那因此到昨天这个格局 各位发现 它是属于一个波峰十字 我说因为它此波段的一个最高点 而且并且它是这几天来 它的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准波峰十字 那我昨天这个数字有写错 就以昨天高低点 十字的高低点 高点叫17528 低点叫17404 那当然 昨天是走一个上图格局 那当然中厂是收一个大红十字 所以我说今天很关键 因为到了昨天 它是五天以来 四五天以来最大的量 所以这句口诀 今天似乎还没有用得到 但是明天请各位 还是要拿出来用因为 今天来到这里 这一段 可以拉紧 大家会发现说 好像没有线 有 有线 有没有发现线越来越小支了 这代表多空看法两相齐 多买它又懒洋洋的 空又好像没有遇到灰太郎 所以处在这里 就小支小支小支的 那么通常这种小支小支的 再往下面拉 这几天的量 其实处在这边都是均量 所以并没有说大量或小量 所以这种 请各位做准备了 再拉上来 这种通常就快要一触即发 到底要上图还是下破 你要头过还是断角 近期就快要出来 所以你随时不能松懈 不然说今天包在里面 明天随便它不行 明天可能就是拉出来拉锯站 你要往上还是往下拉锯站 所以这个形态 它形成的连续多星 星星越来越多颗了 所以明天给各位的关键价 还是昨天那根K的高低点 不是以今天这根K 是以昨天的 因为昨天那根K 比较有大的一个指标的意义 那么这时候几个重点提示 到了今天日K四连红 四连红各位都看到了 对不对 那昨天的高没有过 那昨天的低也没有破 所以显示多空对峙 看法分歧 注意随时会有大行情 通常多空对峙当中 就是你看我 我看你 两个相望 两个力道都差不多 不然你看 它没有说 这样子买一买不上去 跌也跌不下来 但是以K线来看 它是红色的 以形态组合 是多方比较获胜 因为这边组合起来 是多比较有力 因此请注意了 随时会有大行情 就是我说呢 你到底要往这边突破 还是往这边跌破 那就以关键价的口诀 头过伸就过断角 臂增错 好行情就是这样子 每天的主流不一样 当然每天的涨停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 昨天那么弱 今天涨停 昨天很强的又没有 像IC设计昨天 资源很强的又没有 对不对 所以轮流 所以不要每次看涨去追 看跌就去撒 你一定要有耐性 当然讲这个大盘 我就是要讲到像台积电 因为大盘跟台积电 有很大的关联 今天台积电只有跌1块钱 1块钱 在这个位置 那我那天跟各位说 570很重要 对不对 很重要 那么今天台积电跌1块钱 前昨天涨4块 从12月7号开始 就这个一个格局 我为台积电画了一条线 这一条线 也就是当时570 这个地方 它有微微的跌破 但是这个最后防守线 这根红K千万不能把它跌破 因为这红K 当时是晴天一柱 那你晴天一柱 一根红吃掉前面这根K线 所以到目前这边盘整的区块当中 这根的红K的下源千万不能破 它也就是在这个565 不宜Pu 但是以目前这个台积电来看 这个570很关键 我讲的N百天 570 570 结果被我念到 570真的是这边 这几天的一个低点 结果到12号 这上去了 那到13号 今天又来了 小红帽也出来了 今天台积电走势 跟大盘有点类似 包到昨天K里面 所以目前这个台积电 看它从哪边发球 我们希望它赶快越过这根黑K的高点 叫做582 我写错了 这边又标错了 582 那这个地方能够赶快给它 给它越过582 是这个数字才对 越过这个582的话 那整个行情就很简单了 就是那根十字高点就过了 大盘 因为这边台积电有贡献它的指数 大约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像目前行情说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点耐性 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我常跟各位说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只股票 这两只股票是很高贵的股票 多高贵呢 创意 创意 多高贵呢 维盈 很多人在问我 说近期这个高价股 它这两只呢 就一下涨一下跌 那对于外资呢 放这个评比一下多一下空 甚至于今天这个维盈的老板说 大家好像对于过度期待 所以这个股价好像有点过高了 那老板出来讲这个话呢 他是以他真实的心态来讲 但是呢市场上认同又是如何呢 首先 如果说这档股票呢 大家评比是真的太高了 这个过度期待了 over过头的话呢 那今天不会跌20块 所以呢市场上的认同呢 还是认为啊 这个这个是很有前景的 那当然董辉呢 我们一档一档来讲 当然这一档股票呢 一下外资呢看好 一下外资看不好 所以近期呢 始终在这个润局呢 做一个游走 但是这些股票呢 从此波段的一个反转向上的当中呢 这个波段呢 其实它涨幅是有开始在拉锯 就往上面拉锯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要注意了 当这些的股票 能够再度的一个 往上面去爆喷的时候 那整个行情挡都挡不住 所以这时候我要请所有人注意 不管AI也好 或者是IC设计也好 或是电子零组件 或是伴随一些体材股票 你一定要做准备 因为这个行情处在这个地方 随时都会有一个 一触即发的一个做法 因此 请各位看今天这档股票 今天这档股票呢 涨20块 看起来没怎样 对不对 但是啊 有怎样了 对不对 因为呢 这档股票呢 上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 也就是每个人都会后知后觉 看到涨停才要去排队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排 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到涨停才要排 那排完你要期待 次日继续猛爆 如果没有你买到这边呢 就会好像没有甜头 对不对 结果呢礼拜一回来 你看它就没涨 所以呢我常跟各位说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你跟我从下面卡上来 你是坐教署钞票 你根本就不会在乎 它跌70涨170 或是跌35 或今天又涨20块的问题 但是今天这个集团股呢 像韦颖老板出来讲话 但是跟他们同集团 有一档股票 反而很奇怪 是不是移情别恋呢 这时候来看一下 诶 7.6万张耶 嗯 韦家三兄弟嘛 对不对 今天换它滚量滚量 7.6万张 那7.6万张呢 代表啊 这个时候呢 AI那也是多空看法分歧 到底呢 这些股票看到最后 会不会看到上面去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进一段稿 马上进来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到底呢 这时候呢 会不会行情 怎么样的一触即发 或是我讲过 那个箭在悬上 到底是往上还是往哪里 当然我们希望是up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先从这档股票来看 那股票呢 今天20 倒是呢 做高价股的人 这种千元的 比较不会去care 20还30 要都是一大把 一大把的 因为呢 它这个既然是千元 你10%呢 也都是一两百块 对不对 所以呢 要提早卡位做准备 我想这档股票呢 被打落水狗之后呢 它并没有往下面 去走很难看的格局 反而是有人一直在结 所以呢 是是非非 放利多就利多 放利空就利空 请各位要想一下 因为呢 钱砸进去的筹码 是不能骗人 有多少钱 去买这些股票 或卖这些股票 这个筹码是不能骗人 就如同这个 四出必有因嘛 那你之前不卡位 整个这样子 拉上去的时候 匆匆忙忙去追到上面 那追到上面 当然你要保佑它继续往上 不然呢 你就会短线就觉得 啊你好 人家都在赚钱 你没有讨到便宜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喔 这种股票要涨停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这种千元俱乐部 涨停真的不容易 当然讲到这边 我要插一件事情 千元俱乐部的股票 能够涨停 那代表一件事 后续有大行情 因为这种千元股票 这么高贵 人家就愿意拿钱进去买 去霸占 那这时候你想 市场上 是是非非恩怨怨的言论 那你要站在哪一边 真相只有一种 我讲给你听 这种股票呢 这边涨对不对 那当时我讲过 你不要等到这个涨上才要买嘛 这边涨45块 我每次在翻这个资料 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大家都记得 我就不要每天翻 1680 12月5号 1630 不要忘了 这个从1500多涨上来的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子买 停到这里就好 那我看到这张 我就会想到那张涨停板 我把涨停板找出来 因为涨停板的价钱 都已经飞出去的 你们才要去买 那当然你要去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已经1895 这边说1630 更不用讲15多的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再发现 尤其这一天 叫做12月4号 我说两条线给大家 这种很丑陋的线 每个人都说 这种高价股没有了 没有你就放空好了 就卖掉好了 对不对 结果它发生这件事情 主力要吃货不会告诉你 等到你发现它就上去了 反托走涨 次日再补量一大钟长红 结果呢 这边很多人去放空啊 然后呢 就小赚几块钱 结果反手拉 拉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边是不是直接喷上去 对不对 晴天一注嘛 对不对 再来喷到这 一直喷对不对 从这边到这边150块 到12月8号 咻 不会等你了 涨停 所以主力吃货不会告诉你 但是主力又空很厉害 我常常在跟大家破解筹码就是这样 你有仔细听 其实都在里面 可是有人只要说 黑的就不好 红的才要很好 很好啊 红的再去追 追到上面 那你这几天又等嘛 等它要不要再过高嘛 对不对 那你就跟着我tempo就好了嘛 结果这种股票好像涨320 涨了320之后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 刚好 看起来就说 这个外资说 它现在不看好 比较看好四星啊 什么的啦 所以这边开始呢 哦 就下来 那问题是下来这边 线并没有很大 它筹码也没有很大 对不对 以这边来比它 比它这边还小嘛 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呢 运出线 那吃要买要卖呢 你还预约 结果呢 到12号 年两日黑K 那我说这黑K 它在合理范围 因为它怎么样 极度量缩 那你极度量缩代表主力进去 并没有跑出来 你要看筹码要看这嘛 对不对 进去并没有跑出来 所以呢 只是显示多空看法分歧 但大脚还在里面 结果呢 到今天 拉近了 要这边拉近 对 今天我特别标了两个线 这个两个线框出来 这也叫收链状况 因为这三根呢 刚好符合夹在里面 这根红K里面的三根 三根第三根它是红的 虽然看起来是红锤子 但是 这边有意义了 这边形成了最后压缩 因为今天呢 它量也并没有很大 因为今天红K 你用红锤子量不要太大 是对的 所以你要量价结构 要这样看 不是说今天红K量不够 这种红锤子 你要多大的量 这种它尾巴那么大 那么大量 就不太对 所以今天这样是OK的 所以量价结构 要这样解读 我不要常常解错了 我今天把它画两条线 就告诉大家 三天在这边整理了 大脚都在里面 所以明天要表态 直接过这个虚虚的上面 虚虚上面 就是我箭头这个地方 只要一旦越过 那就直接看到哪里 看到这样 那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 那如果不是这样 那跌破这边 这条线的下面 当然我就要获利了解 短线先拔档 所以这边叫多空一瞬间 所以不管你资金够大的 或是手上有这张股票 赶快来问我 因为我是从这边又翻转上来 各位帮我加一下 因为我都懒得去算了 这边已经300多块了 近期呢 近期回挡一些 这也不用去算 还有200多块 对不对 问题是这种股票 我也做了很多段 那这种股票在这个地方 各位注意 明天到底会哪一边的发球 有关各位的财富 所以最好来问我 那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胜券在握吗 1500多 1600 这样子上来的 所以是OK的 所以买股票 每个人命运不一样 看你买在哪里 角度高度不一样 OK 那这个时候呢 看另外一段高价 这个就是 今天老板出来说话 我觉得越有良心的老板 你越要相信他 因为他讲实话 那就代表会反映一些 那该反映完毕之后 呈现的就是未来的结果 所以这张股票 今天并没有失真 老板都出来讲话说 大家乐观过头了啊 反而是这样 哦 要注意哦 机会 机会 所以一句话呢 看市场上的反应就知道 对不对 大家对他评价 好 讲的都讲完的 那后续呢 就会表态了 对不对 那近期他呈现这个状况 都在1700到1800 这边算是100块的游走 这几天都在这 有没有 那这一天开始呢 他是打下来 那我跟各位说 这是你的机会 那从这边呢 这根线也是 可以倒进各位的心态 只要看到黑K呢 就很恐怖啦 那很多人黑K就要放空 我也跟各位说 的确当天是找盘带量下杀 对不对 这整天带量下杀 但是要留虚虚有缩脚 注意次日 次日我说呢 一大早这个行情注定呢 我就隔岸关火 你解释今天不再解释了 结果出现这根线之后 发生一件事情 往上 再红K 越来越高了 再来 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那结果呢 虽然是黑K 但是有股价继续涨上 那昨天涨到1800对不对 45度 今天来了 今天是在这边呢 比较大根的十字 他还收到这根角这里 这种属于一个 连续多新的状况 那这种状况要注意的 随时都会有大行情 因为今天老板出来说话 说大家乐观期待 好像股价太多了 结果还那么老神在在 所以大家注意了 这是一个机会 那至于这个机会在哪边 不会做来问我 好不好 那好 那这个可以了 这个是当时我做的 前面做的那个四波段 所以呢 你要听我的 我比较客观 该卖要跟你讲 该卖要跟你讲 对不对 这时候你要做好准备 当然今天这档股票呢 它动了 到底有没有含义 今天它总共是7.6万张 然后涨了2.4元 那形态是怎么样 形态我要跟你讲真实的 不过今天大涨 可是形态还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讲的都事实 今天涨2.4元 滚量7.6万张 但是形态还在里面 它并没有拉一根很大根的 它还在这 所以它属于持续大横盘 那通常在这种呢 这种是修正过后的横盘 通常也是要摊牌 都是以量能上涂下坡 那到底这种股票呢 会上涂还是下坡 请你做好准备 我随时会带你做动作 OK好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今天这个不管是散热啦 或是像这种零组件的股票 散热呢今天旗红跌6块 今天双红跌10块 那我们先从旗红看 为什么要从旗红看呢 我相信每个人在等我的答案 昨天告诉你小棒卡开出来 昨天刚好是持坡 它上工当中313最高点 那我放到这边 大概是卖到310 对不对 310 那昨天呢 小棒卡开出来 尾盘就掉下来 那今天问题是 我另外一半怎么做呢 今天来到这个300.5跌6块 那跌6块呢 今天它也没有去 往昨天高点再去扣 那这种格局 到底要怎么解读呢 今天这个格局呢 很简单 我另外一半报好 因为今天多空点位都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昨天跟各位说 当然来到这个波段 一早上开到这边嘛 它就没有继续冲 所以我的动作就出一半 那出一半呢 今天病也没很弱 也没很强 那所以这段过程当中 各位发现 它就一路涨一路涨 所以行情给有卡位的人 标股给我卡位的行情呢 你要做好准备 那结果呢 这种股票从那边反转而上 对不对 结果再上去 我画两只脚 画两只脚之后 上去了 然后到11号呢 继续上去 然后到了12号 再上去313 那你313你看 它从这个地方 并没有很强势 我卖了一半 那卖了一半 从这边润局呢 33块涨幅相当可爱 对不对 那另外一半呢 很简单 今天没有多空什么价格 所以我就另外一半虚报 所以手上我这张股票 是有资金的 请你来预约做好准备 因为多余空一瞬间 我今天标题也显很清楚 对不对 那你跟你说那个 今天告诉你一触即发 那当然从这张股票呢 我也要去讲这个 今天可能双红 比较没时间讲 但这张股票必须先讲 这张股票呢 它是一家霸主 那今天亮说 今天跌一块 那问题是 它涨好几天了嘛 涨好几天了 那手上有跟单的 那要知道我明天怎么做 我想当时有人拆到一家霸主 那我也跟各位说 他是这种情况 那一路走来 后来我拆开了 那我说凹洞到滚亮 结果竹底吃货 结果果然喷出 喷到这边 来到这边大十字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今天是亮说中黑 没有亮了 所以主力要吃货 不会告诉你 主力要用空 也不会告诉你 只有告诉你 所以明天该怎么做 来这个方案 希望大家能够赶快call me 把这个方案带到身上 最后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陈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